欢迎收看近集的台湾 我是世珍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会在台北南机场夜市的麻油机 一年四季都是天天爆满 自从得到米其林逼比登的推荐之后 生意更是爆棚 老板林国南原本是在电子公司 担任送货员 每个月只有赚几万块的薪水 根本无法撑起一家四口的生计 为了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 他决定自己创业 在南机场夜市生更十五年后 终于熬出头 你说这个迷以前的话 其实太高过我 因为我们就是传统小吃而已 他可能大家照顾我 其实我们觉得各行各业 我们就尽量做而已 非常好吃 第一个它的鸡肉非常的有嚼劲 那麻油很香 大概一个礼拜来是好几次 它吃起来不会像一般传统 像坐月子餐那种油油的这样子 而且就是好像有点浓浓的大骨汤的感觉 吃下位在台北南机场夜市的人气麻油机 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是天天客满 自从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后 生意更好 在那边浓浓就看到奇怪 这个名字好像也很眼熟 然后电话也很眼熟 才知道我们就是有入神 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不太 不会去想到的事情 我们的名气其实没有其他之间的大 我们还是只是一个小夜市里面的小摊饭而已 很多都很有名啊 阿图啊 然后南亚夜市的他们的都那么有名 我们怎么可能会 对啊 怎么可能会那么幸运的进去 可能也努力吧 对啊 努力做就是还是会有成果 每天晚上六点一开门营业 人潮又不曾间断 热乎乎的麻油鸡香气四溢 鸡腿肉质相当软嫩 而鸡汤和麻油完美融合 喝起来带点酒香 浓郁顺口不会太过油腻 再配上一碗口感滑舜的麻油面线 完美组合让人一池上瘾 我觉得它的汤跟外面的麻油鸡 比起来不会太油 然后它的汤就是甜甜的 然后麻油下得恰到好吃 就是蛮扎实的啦 就是还有它的汤应该是用大骨去炖的 所以跟外面的那个麻油鸡又不太一样 老板宁国南每天最重要的工夫 就是正手在厨房 处理七十斤的新鲜肌肉 应付庞大的需求量 其实林国南早在卖麻油鸡前 根本没拿过菜刀 对料理这件事一点都不在行 十五年前原本是在电子公司单日送货源 每个月赚取几万块的微博收入 根本无法撑起一家四口的生计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他决定放手一搏试试自己创业 我在开车送货啊 他那时候转行啊 就不知道做什么啊 对不对 他想说小孩子还小 那时候小孩子还小 那我们当初怎么会想那么多啦 我们当初我跟我老婆又想说 做个小生意啊 当初看开做不会去想说 啊 冬天会很老 夏天会怎样都不会去想 就想说 试试看做点小生意看看啦 其他也不懂 一切都是为了家人 四十岁那年 他毅然决然投入陌生领域 每天跟太太待待在一瓶大热气难耐的厨房里工作 尽心尽力 态度无可挑剔 我就等他姜片再焦一点 对啊 还不够焦啊 我们那时候傻嘛 都没有做过生意啊 就因为单纯婆婆煮的好吃 那你就想说可以做看看 可是事实上做生意 跟家里煮的是不一样 有时候有人说 你毛鱼味道不够啦 姜味不够啦 肉质怎样啦 他会说你哪边不对 会跟我们讲 然后我们慢慢吸收 因为刚开始做 因为我们是不是做油汤厨身的 我们当然要吸收说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要改精神 因为这是家里煮的 那时候想法真的很天真 就觉得就是这样子煮一煮而已 可是像汤也要有一点味道 然后肌肉什么的 那个我们都不懂 就最困难真的是汤啦 他就是有一阵子休息 就是因为汤 他觉得汤熬出来是完全不行的 他就可能今天熬一熬就觉得不行 然后就不完休息了 然后就整天看他在那边很不准 就是在那边欲欲寡 对啊 失眠啊 心情很不好啊 一天可能就听他说只睡两三个小时 就只是为了那一锅汤 加入鸡骨和猪骨的黄金汤头 必须得等上十六个小时才能起锅 看着爸妈如此辛劳 女人林玉安满事心疼 因此回家帮忙 上班上到一半就寄到电话说 他们谁又晕倒了 谁又住院 谁又种植 那时候是没有冷气也没有 没有吹风 电风扇 其实也没有很大的用处 然后就是站在火炉那边 他们满身都是汗 你喝在锅水也没有用 就是热到爆啊 你看他一天要炒那么多的肉 他那一锅一天要炒两次 两次他那个其实对女生的身体 其实是很大的负担 因为你手也要处理 你全身都要处理 好不好 就是每天熬汤啊 那些熬汤的骨头一天都是 好几十斤在那边熬的 那他要搬那些东西 其实以他的年纪来讲 其实也负担不太了 对啊 所以就觉得说 还蛮不舍的啦 现在是主要也是为了他们的身体状况着想 然后想说回来能做多一点就多一点 林玉安很能体恤父母的辛劳 而林国男与太太多年来的努力 也终于得到回馈 在很有历史的南极厂夜市 做得比许多老店更出色 生根十五年总算熬出头 这个建筑已经都五十几年 五十来年了啦 在这边的区民都已经都比较属于 早一辈子 我是算比较晚 我是算晚期 因为我才做十几年嘛 这边做生意基本上都三十几年以上 我们也是真心自己的本分 马上自己做好 也是要靠大家坦白讲 这是要靠大家的宝贝 好味道不怕像弄声 拼搏的实力就在一点一滴的细节里 让客人吃到 全家人齐心协力 专心评生意 继续创造奇迹 台北阳明山的平津街路边 有一间外观不起眼的小吃店 招牌麻油鸡大块又鲜嫩 汤头清雅甘甜 一年四季都很受欢迎 另外药扇排骨也跟外面很不一样 选用的是大块的竹排肉 吃起来超级过瘾又回甘 是因为老板何永松 所有汤头用的呢 都是山里天然的山醇水熬煮 吃起来非常的清甜舒爽 另外他每天也跟山上的农民 先买新鲜食蔬 化身炒野菜 大火快炒 口感又嫩又清脆 另外还有锅气十足的炒饭炒面 分量十足 靠的都是何永松的快炒功夫 一盘盘炒出来的佳肴 也是客人赞不绝口的好滋味 没有装潢 只有简单的遮雨棚 跟塑胶布挡风 只搭位在阳明山上的路边摊小吃 摆上几张桌子就营业 不起眼的外观 人气却很旺 我很喜欢他们的麻油鸡 因为他们用山泉水 所以煮起来汤头很甘甜 然后鸡肉也很嫩 所以非常好吃 东西是很新鲜 然后又很嫩 一些就来过了 好吃啦 然后人越来越多 有的客人一次外带就是好几代 清爽的麻油鸡是店内招牌 鸡肉大快又嫩 不柴不老 汤喝起来淡雅回甘 没有过多的油腻感 就连来山上游玩的单车骑士 也常把这当作补给的中继站 只要每一次我们只要假日有汽车上网 基本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伏给站 一定会停下来这边吃 如果夏天来的话 一定要点这边的笋汤 然后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它的麻油鸡 一年四季都卖的麻油鸡 夏天不怕没人吃 仗出的是老板何永松 随时都能看到跟太太 互相情忙碌的身影 简单的摊位店面 就好像来到自家厨房搬熟悉 高龄87岁的母亲陈秀莲 有时也来帮忙 还会亲自下厨 水 酒 姜 姜一定要爆很香 要小的姜 不要大 粗粗那一种的姜 爆香比较香 因为它煮得好吃 所以我就照着它的方式去做 这种东西就是要轻轻的 它不能 汤不能浊了 浊了就不好看 麦相不好看 它纯粹米酒的甜味 特别跟母亲谁来的麻油鸡 煮熟了就得先拿起 等到客人点餐时才会再加热 让鸡肉不会过老过柴 保持鲜嫩度 萝卜丸子汤 用的是山上种的山萝卜 生吃有如水利般的甜嫩多汁 煮熟后配上丸子跟香菜 入口超级 清甜鲜美 萝卜汤 萝卜也很甜 然后跟山下的不太一样 里面是嫩的 不会有一个那种硬硬的 在中间的感觉 不能吃太饱 不然会挤不上去 下来可以再吃 那道招牌药膳排骨 跟外头也很不一样 何永松每天的市场 挑选新鲜的温体猪排骨 加入特制中药包 跟黑枣 枸杞 生姜片熬煮 老板下重粉 大块猪排肉让人啃得好过瘾 湯头喝起来清爽舒适 跟所有汤品一样 都能喝到天然的清甜味 因为它用的都是山里的山泉水 这边的山泉水 它的pH值是100 很多人都会来这边 接位去家里饮用泡茶 煮过是很好的 用山中天然的水资源 经营这家店 和永松只做价值 当初会开在这里 也是因为它就是 土生土长的身上孩子 当初顶这个店是 大概兴趣吧 也没有要出去外面上班 然后自己要种种笋子 什么的 所以我就想说 在山上这边 兄弟姐妹很多都在这边 所以我就想说在这边比较稳定 不用往外跑 爸爸以前是做工打石头的 比较没有工作的时候 会出去帮人家板斗 做口感 对 小时候有学到它的料理 都有学到 看一看想就会做 我也不晓得 因为我也没有正宗去学过 就外面吃吃回来就会做了 就这样子啊 大概对煮菜比较有兴趣 然后自然而然就会了 遗传爸爸的厨艺天分 他五识自通 所有料理跟酱汁酱料都自己做 原本从事服装月 但为了照顾父亲 订下这家店 一座就是十二年 辛苦就是有的时候 真的是要从早上十点 一直炒到四点 那个是最辛苦的 都不能休息 因为客人一直进来 一直进来 小摊子里 建筑炒炸样样美味 连基本的炒面炒饭 都可以吃到有真功夫 用大火炒到锅香味十足 炒饭的部分 吃起来有一点点饭的焦香 但我喜欢那个香气 跟它的粒粒分泌 吃他们的炒饭 然后炒饭很好吃 然后很香又很浓的淡香味 我买了炒面 还有炒青菜 因为他们东西很好吃 量又很多 服务又好 所以常来 他的快炒功夫 快到让人惊呼 炒菜加料到起锅 一起合成 一盘又一盘的炒 快速俐落 每一道都是诱人美味 做料理从无到有 成为一道道佳肴 简单的食材 靠着何永松的好手艺 就像吃到山中拌的拌豆菜 现在你看多少 等一下再算了 我们家炒的青菜 都是山上农民自种的 的山菜 你看这个青江菜 这么漂亮 那么新鲜 那因为我在山上炒野菜 就一定要用山上的菜 有差 甜度差很多 嫩度也差很多 对 像这个芥兰菜 根本就不用虚 直接切下去炒就可以了 野菜都显用当季山上新鲜食书 由于自家小摊子设备有限 还得特地开车到朋友的私民基地 揭山泉水洗菜 现买的蔬菜 用山泉水怪盖 吃起来甜度更够 都是当地农民一早采收的 有三档的东西 这个啊 山泉菜 山泉菜 才做出来的食物 你吃起来 跟你在餐厅里头 冷冻过后 喷煮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山泉的野菜啊 蛮好吃的 标榜吃得健康 何永松的料理也较为清淡 炒野菜不加过多佐料 客人满意到频频点头 也受到母亲的认可 太老了 他是满用功的啦 用心 很大早 一大早就要去买菜 要买鱼啊 客人就是要吃鱼啊 那叫什么私房鱼啊什么 以前他会在这边吸吊鱼 他就说私房鱼 私房鱼 就讲过习惯了 他就说 客人每次来就说 有什么私房鱼可以吃啊 何永松的私房菜 纯粹看有什么食材就做什么菜 有时简单的一条鱼 从处理到酱料 所有东西都自己做 三两下就能辨出一道佳肴 让上山有闻的旅客 还能吃得到 如同新鲜海产店的鲜嫩鱼肉 就连简单的地瓜汤 也熬煮得松软软入口即化 每一块地瓜又大又甜 一碗满满料只要同板架 不一样就是它有加姜汁嘛 然后那个地瓜也满松软的啦 喝下去就会很 身体会很软起来这样子 看我现在都流汗 不晓得是喝地瓜汤的原因 还是访问的原因 我也希望他们吃到很满意啊 不要给人家讲说难吃过 我们的地瓜汤 客人讲说从阳明山吃下来 就我们这一家的地瓜汤最好吃 我就好高兴 真的 为什么 人家没有嫌我们的不好吃 就是好高兴 老母亲也对自家地瓜汤 赞不绝口 看在何永松眼里 一旁的太太分工合作 高龄87岁的妈妈 又是还愿意来地理帮忙 近视 慢慢感动 要帮忙做一些东西 做东西 他两个人挽不过来 真的两个人挽不过来 谢谢妈妈 妈妈这么多岁了 还愿意上来 也真的也是蛮... 还谢谢妈妈 爸爸现在一直... 往生了 往生 往生十几年了 爸爸影响我非常恐惧 因为我很爱他 谢谢他 对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亲戚打电话来 我接电话 他们都会叫我姐夫 我的声音跟我爸爸非常像 听到而言之会觉得很... 很厉害 对 也... 很久了 慢慢... 慢慢习惯 烙里天分 已传自松破塞老爸的好手艺 这片土地更是有爸爸的影子 能无时无刻让何永松 能重温怀念的人事物 象征就是家里的凝聚力 妹妹也好啦 妈妈啦 太太啦 凝聚力 因为我总是觉得我家里 我好像主角 我如果不在这边山上的话 大家兄弟姐妹大概 感情就不会那么好 会比较疏远 大概就做到 我看我能不能做 能做到几岁就做 一间山上路边小店 老板夫妻跟老母亲同心协力 忙前顾后 成为凝聚家里情感的幸福所在 充满温情与美味的烙里 也让人眷勇回味 周边就会双子 那么多事 对我心里有什么 我爱你 你爱你